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是2020年8月21日星期五 我们先聊聊蔡霞 作为一个时事评论节目 现在在说蔡霞的新闻可能有点晚了 但我的重点是评论 这几天我一直关注蔡霞的各种新闻 做了一些资料的收集 今天我们就做一点点评 说到蔡霞女士 以前跟在名字后边的那个教授就不要再提了 那个党校的教授不是啥好名声 不提也罢 蔡霞女士最近接受了好几家大媒体的专访 你像我收集到的 有BBC的专访 有英国卫报的专访 美国之音的专访 自由亚洲的专访等等 仅8月18号这一天 包括英国 美国 澳大利亚等多个英语国家的主流媒体 都纷纷从不同的角度 报道了蔡霞事件 其实有法国 德国等其他国家的媒体 也都大篇幅地做了关于蔡霞女士的报道和各种 评论 因为大家问的问题都差不太多 所以在这些专访中 蔡霞女士的话有很多都是重复的 但正是因为这种反复的诠释 她的意思应该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 重复一下蔡霞在专访中特别强调的 她对中共未来的几个主要的观点 第一个 习近平必须下台 只有换掉习才能缓解党内目前 恐怖高压的状态 第二个 共产党的这个外壳必须被抛弃 她讲中共是一个政治僵尸 从这个党本身来讲 她是不可能完成中共的转型这个历史任务 所以她必须要下去 蔡霞老师说 不是我们让她下 而是整个历史就会把她抛掉 蔡霞又讲 不可否认的是 中共九千万党员中还是有相当多的社会精英 这部分精英的力量要铭聚起来 不是以共产党的名义 而是可以另外阻挡 和社会各界的人士共同沟通 重新组合政治力量来促成 中国政治转型 推动国家的进步 她再三强调体制内外的精英是可以合作的 但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 共产党的这个政治外壳 必须要把她抛掉 另外呢 说到她个人 很多媒体都非常关心吧 蔡霞表示 她很高兴被开除出党 又回到了人民中间 与这个黑帮一样的政党彻底脱钩了 如果一个人只想过自己的小日子 我觉得我内心过不去 我做不到 岁月静好 蔡霞刚才讲的那个抛掉政治外壳 另外阻挡的说法 听起来呢非常的熟悉 一会儿呢再跟大家讲 这个整个这段历史的 出处 先谈的我对蔡霞女士的评价 一句话 我觉得她和任志强一样 了不起 他们呢都是体制内的人 都是红二代 都曾经是既得利益阶层中的一员 他们本来是不必这么做的 当然呢他们出事的路径 也很近似 那个老人 原本呢是在百八十人的一个小圈子里 写了这么一篇东西 没想到这个就传到了社会上 蔡霞呢也是在朋友的聚会中说了那番话 结果也被泄露了出来 他们都是无意中 或者是被迫 成了体制内 带头反习的人 至于他们反习的目的 有人说呢是为了救党 有人说是为了救国 总之呢 和很多人心目中那个追强 处的自由民主 可能还是有一定差距 我注意到这两天有很多人对蔡霞表达了强烈的支持 包括各种像民族脊梁 英雄之类的各种溢美之词吧 当然也有很多人表达了强烈的质疑 这些朋友认为 你像如果在大陆 如果是一般人说出蔡霞那番话来 那早就以删颠罪 寻衅滋事罪给研办了 而蔡霞呢只是被开除党籍 拿掉了退休金 这算什么严肃处理呢 不过是罚酒三杯罢了 这些朋友认为蔡霞呢是只反习而不反党 他们的救党救国和老百姓其实没多大关系 认为人家呢不过在闹家务 是红二代之间吵架斗嘴而已 将来一旦平反 立刻又会回到那个红色贵族的阶层 人家就会立刻摒弃前嫌 重回一家的 所以呢这些朋友认为 具有红色基因留着红色血脉的蔡霞 和海外我们这些一心反共 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不是一路人 我相信这两天在各种的媒体各种的平台上 很多人都看到过各种各样类似这样的评论 那怎么评价这样的说法呢 我不能认同这些朋友的观点和说法 说到推翻中共改变中国 这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 是一个需要更多人参与的一个伟大的事业 这里边的难度和残酷 需要我们所有志同道合的人 有更宽广的胸怀 和更高的 策略手段 你像中共当年成功的推翻了国民政府 他们当时所采取的成功的策略 我看就很有参考性 今天咱们就简单的学习一下 毛泽东在总结成功的革命斗争经验的时候指出 统一战线 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 大家看了 三大法宝中的第一个就是统一战线 那什么叫统一战线 一句话概括 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团结大多数 打击一小撮 这从来就是斗争大师毛泽东的斗争哲学 我看这一招是放之四海而接准 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裔不同的人群 我看这招都适用 当时中共的统战 不但囊括了社会上所有的所谓进步人士年轻的学生等等 甚至就是在当时的国民党内部 他们也把它分成了左中右三派 中间也要进行拉拢和分化 在这个一小撮中还要分 还能找出打击的更小撮来 所以说应该说这确实是 非常高明的斗争策略 斗争策略 事实上也证明 这种策略是非常成功的 现在的美国的政府团队也开始采用这种针对中共的斗争策略 非常的准确 确实也引起了中共的恐慌和震动 但我认为 光是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 这还不够 中共内部 其实还可以再分 还可以再分成改革派和 死硬保守派 团结支持改革派 打倒死硬顽固派 这样才能彻底改变这个党 逼迫他转型甚至最终消灭这个党 作为海内外有着同样目标的人们 我想应该也有着同样的胸怀和策略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大家凝聚在一起 大家朝一个方向使劲 才能最终战胜这个恶魔 如果这时候还天天追究谁的出身如何 你有没有红色血统啊 谁有没有原罪啊你原来是不是在体制内是不是既得利益者呀 谁是不是纯粹 谁是不是一心 是不是彻底反共灭共 如果这中间有一点差异的话那你就不是同路人 你可能就是大外宣 大家就要保持警惕 就要和你保持距离 甚至说话呢也酸言酸语语待饥讽 那请问 你身边最终能站着几个人 有多少人能符合您的这个革命条件 你又能干成些什么呢 蔡霞讲 他很高兴被那个党帮开除 让他又回到了人民中间 那我们就是人民 我们张开怀抱热烈拥抱他还来不及呢 我们欢迎有更多的蔡霞加入到我们 变成我们 一块来为中国的未来呼喊 哪怕就是彼此不加入 但只要大家的目的一致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大家彼此鼓励支持 那怎么还会上去踩一脚 所以在这呢我也呼吁全天下所有的朋友们 我们都希望中国加入现代文明的大家庭 我们就要具有现代文明的那个思想高度 理性 包容 勇敢 坚持 我们和中共那些人不一样 有所为 有所不为 我们要比他们更文明 习近平集团的倒行逆施 他们已经把自己变成了那个一小撮 那作为斗争的策略 大家应该团结所有能够团结的力量 让习近平下台 不要让他继续祸害中国 祸害全世界 这应该就是近期的第1个目标 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是这么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实现的 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他不会突然间从天而降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反共先从反习近平开始 改造中国先从改造中共开始 我想蔡霞老师和我们都是同路人 不割习在这一点上 我们要向香港的那些年轻人们 好好地学习 在这呢我要向蔡霞老师表示祝贺 祝贺他也像任志强那老几位一样 成为了一个历史人物 也祝贺他重新回到了人民中间 我真心希望蔡霞老师能够开一个YouTube频道 从他的那个角度 评论一下当今中国所发生的各种现象 我想墙内的那些朋友可能会听着非常的亲切 我对此非常的期待 强烈呼吁蔡霞老师开一个YouTube频道 当然我也希望他有时间有机会能来我们美丽的新西兰 我们一定是白酒相迎当面向他表示敬意 在这我们祝他平安 祝他健康 那下面呢我们回答观众提出的一个问题 在上期的节目里 我认为呢在中国不会发生自下而上的颜色革命 那有朋友就问 那情况相似的苏共 当年是怎么回事 那当年的苏共 也成了蔡霞老师所说的那种政治僵尸 那他是怎么完蛋的呢 说这个话题呢很大 要把这事说清楚说完整那要这么厚一本大书 所以今天呢咱们只能简单说 说一个梗概 说到苏共的垮台 原因有很多 但说到最主要的原因 我认为还不是和美国搞军事竞赛 也不是那个流进了血的阿富汗战争 也不是那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而是 苏共内部的分裂 苏共在1989年的时候我特意查了一下 党员的人数 大数2000万 1900多万 超过了总人口的10% 中共的现在有9000多万党员 但是你算一下 现在中共占总人口也不过就是7% 当时的苏联和现在的中国一样 你要说老百姓搞点颜色革命是没有任何可能 没有任何机会 同时呢作为一个超级的核强国 世界上也没有谁能够用外力去强制改变 只能在周围影响 做不到强制改变 结果就在1991年的12月25号 就在圣诞节的这一天 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 在没有外敌入侵和内部战争的情况下 没有自然灾害的情况下 他出人意料的土崩瓦解 在他的废墟上诞生了15个 崭新的民族国家 当时无论是从内到外没有人可以打败他 那为什么他自己却突然轰然倒地了 和我们眼前熟悉的中国一样 苏联到了伯列尔涅夫时期 形成了一批官僚士族集团 或者是家族集团 有人当时给统计过 这批集团大概有50万到70万人 算上他们的亲属共有300万人之多 非常 熟悉这个数字都差不太多 当时约占苏联人口全国1.5%左右 这些集团内部的各个家族们儿女们互相联姻 官官相互是贪污独职 号称代表人民利益的这些党的干部群体 已经彻底蜕变为与人民对立的特权阶层 使执政党与民众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 民心尽失 普遍的观点认为 搞垮苏联的不是反共分子 也不是外部的敌对势力 就是这些官僚特权阶层 为了维护和扩大他们既得利益 所造成的 当群众日益感受到特权阶层和自己的利益背道而驰的时候 这种政治体制的衰败和瓦解 也就不可避免了 1988年之后 也就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两年多的时间 苏联的社会思想舆论彻底转向 苏共在改革模式发展道路上的选择问题上 迅速出现了右倾 当时那位老哥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 倡导实现 西欧的那种社会主义的道路 主张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 提倡对外关系的新思维 有意思的是 当时和戈尔巴乔夫一唱一和的 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雅科夫列夫 当时的作为戈尔巴乔夫的心腹和左膀右臂 他在这位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就提出 考虑将苏共 一分为二 1985年的12月 雅科夫列夫利用他当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上书 苏共总书记提出 实现民主化 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 等一系列全面政治改革的建议 建议把苏共在 组织上一分为二 他都给起好名了 分成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 全民投票选总统 任期那五到十年 政府有刚才说的这两个当中 获胜的那个党的总书记由他们来执政 等等的吧 一系列的方案 听着跟前面蔡霞老师说的那个 是不是非常的 近似 当时苏共最高领导人在一个小圈子里面史书记载 还曾经认真的讨论过这个方案 设想的这个党可以分裂成两个 甚至三个 包括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派 可以想象 当时在八十年代的中后期 苏共的最高领导层就已经冒出了分裂的念头 苏共的灭亡 改革的失败的命运 看起来是早已注定 改革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是越来越加剧 改革触碰了那些保守派的特权 老家伙们就不高兴 改革派的这些新贵没有渴望得到更多的权力 也就更加的咄咄逼人 到了九十年代 以改革激进派叶利钦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势力 开始抛弃所谓那种社会主义 政治上甚至开始转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 那时候在思想上已经开始公开的谈论 纯自由主义和纯资本主义 到了1991年的819 8月19号 819事件爆发 死硬的保守派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政变 软禁了戈尔巴乔夫 但当时他们这个举动 毕竟他不符合历史的潮流 三天整个政变就垮了 到这部在党内就等于彻底撕破脸了 苏共这个党这时候已经事实上彻底分裂 直到最后彻底的解散 没有人能够打败他们 最终是他们自己打败了自己 堡垒从来都是从内部攻破的 这个呢只是苏共故事的一个简单的梗概 感兴趣的朋友呢应该仔细读读这段历史 你会发现这共同点非常多 今天的中共很多地方 其实正在复制历史 下面就说说中国的路径 同样的情况 在上期节目里讲了 老百姓是不可能改变中共的 像美国等自由世界的外力干预 因为中国它也是合大国 你是不能强力干预 只能施加影响 这个效果它也是有限 中国如果发生改变 就在于中共自己内部 出现分裂 像新兴的资产阶级 和那种传统的死硬顽固派 爆发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大概是目前和未来最有可能的情况 有人把今天比作当年的晚明我认为不准确 试问当今天下 谁是那个内乱的李自成呢 谁又是在外面扣官的那个多尔滚呢 有人把一尊哪比作加速帝 但加速又如何呢 当然一种可能那就是加速 使矛盾激化造成分裂 那就是刚才说的苏联的那种 情况 但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矛盾 被彻底的消灭 这位一尊 彻底独大 中国迅速的变成北朝鲜 说到当年北朝鲜加速的结果 到今天人家金家爷们已经独裁专制了70多年了 比中共还长一年龄一个月 谁又能奈他何呢 习近平呢作为最没有安全感的当事人 他当然知道最危险的地方在哪 最大的危险 就来自于党内 为了保障他自己的政治安全 下一步的清党清军清警 这都是可以想 他要彻底消灭各种矛盾 把中国北朝鲜化 所以说我们当然希望前者出现 不管是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 还是我们这些真正爱国的炎黄子孙们 都应该在这方面去施加影响 希望他从内部瓦解和分裂 所以说尤其是从内部反出来的这些体制内的人士 格外的需要珍惜赞扬和鼓励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们站出来 从体制内能反对暴政 在这一点上 作为一个红二代 作为一个在体制内有影响的蔡霞老师 就弥足珍贵 大家应该背加爱护和珍惜 才对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 谢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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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